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需要主人仔细地检查 如果发现伤口 需要带到专业的宠物医院进行外伤轻创处理 如果一时半会儿不方便到宠物医院 可以先给狗狗带上衣地伤害签 避免铁饰伤口 引起二次感染 然后用推子把伤口部位周围的毛把提拦紧 再用双氧水去冲洗伤口 冲洗完以后擦拭肩服 然后找合适的时间 检查到专业的宠物医院进行轻创处理 或者手术综合 对于没有接种过狂犬疫苗的狗狗 还需要到宠物医院进行狂犬疫苗的紧急接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